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二男来了 继续沿泽季101国道踏上我们的旅程 我们已经离开朝阳了 下站出发去天津 这趟旅程比较远 一共有500来公里的路程 但是中途呢 我们会在城的附近去休息 城的兴隆县那边有一条路 非常适合自驾 所以总备走那条路 现在我们路过的是建平县 准备一会儿去陵园 吃个陵园豆腐 建平这个地方是有山有水 是个不错的地方 前面就是陵园了 朝阳陵园经济开发区 建平距离陵园是30公里 很快就到了 来这个特色菜馆 尝尝陵园的特色菜 菜馆环境挺不错 干净正洁 除了陵园的豆腐是必点的 一时间还真不知道点了什么菜 这时候老板给推荐了一道 看着是相当有食欲啊 好 酒精 猪肉丸子 萝卜丝汤 这是老板推荐的 我觉得应该能很好吃 看着满满的都是猪肉丸子 咕嘟咕嘟的 相当有食欲了 味道非常的清香 还有猪肉的鲜味 来一碗萝卜丝汤 这个萝卜丝汤是真好喝的 做的特别好 嗯 小葱拌豆腐来了 四块大豆腐 真漂亮 路过陵园来尝尝这边的豆腐 看看这边的豆腐有没有我们老家的好吃 因为我们老家的豆腐也是非常好吃的 这个豆腐是好吃的浓浓的豆香味 一点豆腐味没有 不硬 但是也不是说像我们老家的那个卤水豆腐那么软 做的确实好吃的豆腐 饭吃完了 我们继续出发了 一共是消费了五十一 老板收了五十 这豆饭吃的还是相当美味的 也很实惠 又有一段路在修路 这样的路面对于轮胎来说 磨碎应该很厉害 前方施工 道路分闭了 只能是绕行 这就是一段难走的路 看那个下面的小轿车也是艰难前行 对于轿车来说也是一种挑战 这段维修的临时路比较长 大概有一公里左右 有烂火车经过 还有一个大油关车下面是 这画面 也属于此生南遇吧 光光光的 这大车一过真的是 暴徒成阳 终于上好路了 前面的这个山径也是相当的美 这个附近的村子 有的叫高丈子 有的叫鱼丈子 刚才修路的那个地方叫猴丈子村 大家路过的时候要提前看看 进入临丝要乡道之后 这边的风景相当的优美 群山环抱 给大家看一看 鱼临丝要这个小向道的路况非常的好 这也非常的少 看起来特别的绵软 这一路的小风景 就是自驾的感觉 没想到河北这边还有梯田呢 而且是石头垒的 过了041乡道之后 还有一段盘旋的山路 这可是驾驶爱好者的乐趣哦 准备上山 蜿蜒齐渠的大道 像一条长长的腰带 缠绕着山腰 我们越过山岗 一路向前 就像许卫的歌《蓝莲花》唱的那般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你对自由的向往 天马星空的生涯 你的心了无牵挂 穿过幽暗的岁月 心中那自由的世界 如此的清澈高原 盛开着永不凋零 蓝莲花 我们刚才走的是盘旋的山路 一路干到了山顶 山顶的风景特别的美 但是就是风特别的大 温度低了点 下山了 距离成德还有一百公里的路程 越是往这个河北走 这个车是越来越多 我们现在路过的是石灰瑶村 这里的山景相当的壮观了 这里的山都是非常的巍峨 高耸 出关之后这个山也是不一样的 在关外的时候 山都是小兔兔山 都是丘陵山 显得更加的圆润 而这个关内的山呢 就是更加的陡峭险峻 上午的时候走的那个 041乡道 就非常的好 那个板有马路修的 嘎嘎的 瞧这样的路 颠得很呢 是我们通往这个 新隆县的必经之路 从这个成德县 前往这个新隆县的路上 就是101乡道 这段路是不太好走 是以前旧的这个水泥路 路面都坑坑洼洼的 很多的这种乡道 不管是东北也好 还是这个关内也好 这个乡道就是特别的破 看来这个乡村的道路 还是应该给修修的 这边的山村都是一个链子 一个 这个是成家沟村 要盖房子 老百姓都在修房子 盖房子的 我发现了有好几家 盖房子的了都 这个成家沟村 家家户户很多都在修房子 可能是这边也要搞旅游 因为这个山村 它也是在这个大山澳里 这条相间小路 这路也是够窄的 相当的窄的 走国道就是这样 什么样的路况都有可能会遇到 这毛只子刮车呀 给它那个往前挠挠 好 这边的地还是非常少的 关内的地就是少 相比关外 这高德导航给导的路线 这条线叫大流线 大流线上的农家乐特别的多 还遇到了流了劲 但就这样的路 还是有不少车呢 也不是堵我一个 就这小山沟里都有公厕 大流线上的农家乐特别的多 一路能遇好多个儿 终于是上好路了 可能远处盖的是酒店 到时候这边也是开发 搞旅游了 开着小把油马路修的 崭新崭新的 风景是相当的美 山景太壮观了 这个路实在是有点破 建议大家还是先别走了 等过个半年 这边的路修好了再走 但是这边的景 确实是相当的美了 准备换一个路线 准备经过这个刘丈子村 然后去这个新隆县 但是看了一下地图 这个路是行不通啊 还得是按这个高德导航走啊 这边让这个路看起来是比 刚才那个小香道要强太多了 看这个大山 在这个大山脚下 感觉人是如此的渺小 山脚下的小山村 看这个山相当的有特点啊 平时我们也是不多见的 看这个山更加的独特 这一段的小板游马路还不错 但是这边路就这样一小段这样的好路 下午的阳光就是相当的刺眼啊 再看看这座山 又一段 这一路是遇了好几段这样的颠簸修路段了 对 为了看风景 有得必有失 这个国道自驾有一种探险的感觉 探险的途中充满了各种的新奇 还有美景 中国的高铁就是多呀 这里是安将站 挺大一个站呢 就在这个安将村 这边 为了看壮观的山脚人走在这样的路上 怎么说呢 这有一台越野车就好了 往一往就过去了 在流丈人镇附近的山村有很多的大盆 像是培育菊涅的 不知道是不是口磨的盛产地 当地的百姓看着过着都挺富裕 知道的网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在晚上7点左右 由于担心第二天下雨 便提前走了陈德县 陈家庄附近的这条 即233蜿蜒齐去的国道 稍稍有些许的遗憾 因为天色已晚拍摄不变 没能给大家呈现这条山路的风景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记得点赞关注哦 下期视频让我们继续前往此次的目的地 天津